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我29岁 已经和男友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彼此之间也相互信任和尊重 然而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却让我感到有些不安 为什么它对女性四处的形状 和长度如此感兴趣 在我的脑海里 女性四处是一个私密 而神秘的地方 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但也是我们的隐私 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有些敏感 我不确定该如何回答它的问题 然而 作为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 我也想知道女性的四处有多长 形状有哪些 阴道是女性生殖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扮演着关键的生理和生殖功能 了解阴道的结构 功能和健康是每个女性 应该关注的重要一题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将探讨阴道的基本知识 帮助朋友们 更好地了解这一关键器官 一 女性阴道的长度 女性阴道是连接子宫和外界的一条管道 它在生殖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阴道的长度和形状 对女性的生殖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了解女性阴道的长度和形状 非常重要 阴道的长度是指从阴道口到子宫颈的距离 不同女性的阴道长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是经过大量的研究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 普遍的规律据研究表明 成年女性的阴道长度 平均为8至10厘米左右 但也有个体差异 有些女性的阴道可能只有5厘米左右 而有些女性的阴道则可能长达12厘米 除此之外 女性阴道长度还受到生理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例如年龄 生育经历 性生活等等 除了长度外 女性阴道的形状 也具有一定的特征 阴道内部通常成了形 上方弯曲并向后 下方弯曲并向前 因此在使用卫生巾或卫生棉条时 需要根据阴道的弯曲情况 来选择合适的产品 另外 女性阴道的外部形态 也是多种多样的 这取决于个人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例如 一些女性的阴唇 可能会比较突出 而另一些女性的阴唇 可能会比较平坦 了解女性阴道的长度和形状 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女性 更好地保护和维护 自己的生殖健康 如果女性有相关的健康问题 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医生的建议 以便及时解决问题 二 女性阴道的形状 女性阴道的形状因人而异 通常被描述为成的形 它在内部和外部都有不同的特征 包括长度 宽度 曲度和肌肉张力等 了解阴道的形状 对于女性的生殖健康 和性生活至关重要 阴道内部的形态 包括子宫颈 阴道壁 阴道口和阴地等 子宫颈位于阴道的上部 是连接子宫和阴道的重要通道 阴道壁通常是有弹性的 可以扩张 以适应不同的生殖活动 例如生产和性交 阴道口是阴道的开口部分 通常比阴道壁宽 阴地是阴道口上方的敏感区域 是女性性感受的主要部位之一 阴道外部的形态 包括阴唇 阴道口和会阴等 阴唇包括大阴唇和小阴唇 通常是红色的 并且有许多汗线和油脂线 阴道口是阴道的入口 通常位于阴唇中央 周围是一圈 叫做阴道口环的肌肉组织 会阴是阴道和肛门之间的区域 也是一些女性性感受的部位之一 阴道的形状和大小 可能会影响女性的性生活 例如 一些女性 可能会感到性交疼痛 这可能是由于阴道过紧或过松所引起的 阴道过紧可能是由于肌肉症挛 缺乏性欲或心理压力等原因造成的 阴道过松可能是由于生育 年龄 体重等因素造成的 有人好奇 女人下面什么形状 男人进去的时候更舒服一点 医生说 其实感觉都一样 没什么区别 想要更舒服 正确的前夕和姿势更重要 为了提高性欲 增强夫妻感情 老年人进行夫妻生活之前 需要做好几个准备 感情迅速升温 性生活体验感也会大大加强 一 穿着合适的内衣或者情趣内衣 情趣内衣大多都是透明或者半透明的 而且布料都较少 款式设计大胆别致 女人穿上情趣内衣后 会更加凸显自己身材的凹凸有致 丰满润滑 时尚性感的内衣设计 会让女人抬头 挺胸 收腹 站在镜子前 反复欣赏自己的性感与美丽 从而使女人变得更加懂得欣赏自己 对自己更加自信 性爱前穿上性感内衣后 透明布料挡住的朦胧肌 若隐若现 会给女性增添一丝丝的神秘感 也会让男人浴火中烧 给爱人带来欲罢不能的感觉 从而挑起男人对肉欲的渴望 让男人无法克制 对女人的身体迷恋达到痴狂程度 继而增加情爱体验 让性爱变得更加刺激 美妙 情趣内衣是一种 具有性艺术特征的性爱用品 穿上情趣内衣 可以让你和你的性伴侣 受到视觉与感官上的刺激 继而享受 品味性爱过程 使生活充满情趣 而这 就是生活的情感化 艺术化 另外 心理健康的人 总能从平凡小事中发现乐趣 生活中不妨与爱人一起 选购情趣内衣 区分他们的质地 辨别他们的优劣 在欣赏美好的过程中 创造温馨 有爱 富有情趣的生活情景 婚后 由于彼此都变得非常熟悉 因此就缺少了那一种神秘感 如果在平淡的两性关系当中 加入情趣内衣这样的元素 自然就能够为彼此 增添更多的新鲜感 所以情趣内衣的作用非常大 对于丈夫与妻子之间关系的交流 是非常有帮助的 内衣也是我们最贴身的衣物 对于男性而言 选择合适的内衣 不仅能保护生殖器官 还能影响到性生活的质量 过紧的内裤 会对生殖器官产生压迫 影响血液循环 长期下来 可能导致生育能力下降 在性生活前 穿着宽松舒适的内衣 有助于放松身心 提高性生活的质量 此外 选择合适的内衣 还能有效地预防生殖器官 受到损伤 保持身体健康 二 了解伴侣需求 为使双方都获得 极致的亲密体验 夫妻需要在前戏上下 更多功夫 给前戏多一些时间 首先要在观念上改变 前戏和性交 是两码式的想法 每次性爱 都要郑重地对待前戏 并尽量预留20分钟 如果时间紧张 至少也要有13分钟 这是女性充分唤起 并实现高潮的平均时间 首先从爱抚开始 互相轻抚伴侣的脸庞 让手指在其发丝间穿梭 轻抚其手臂内侧 腹部和大腿内侧的肌肤 有针对性的触碰摩擦 彼此身上的敏感部位 或轻柔搔痒 或柔捏拉扯 只要感到舒服 兴奋都可以 然后说出期待 前戏该怎么做 最好以女性的需求为主 妻子不妨把自己的感受 和期待大方地说出来 让爱人了解你真正所需 双方也可以敞开心扉 打开思路 交流各自想尝试的性活动 能让前戏过程更有趣 还要多鼓励赞美 如果对方让你有了快感 就不要吝啬表达喜爱和赞美 这会让伴侣更自信 也能更清楚了解你的喜好 前戏才能更融洽和谐 最重要的是刺激下面 研究表明 大部分女性的高潮是下面高潮 所以丈夫不必急于进去 多关照爱人的下面 用手指进行刺激 会让她快感不断叠加 加强感官体验 尝试用润滑油或乳液 给彼此的背部 双脚或全身做按摩 将融化的巧克力 或打发的奶油 涂抹在伴侣的身体上 然后享受得舔食干净 用宜人的气味 刺激嗅觉和味蕾 加强感官刺激等 都能烘托浪漫氛围 前戏并不是从床上 才开始的 有时日间互发调情短信 下班回家后 亲密地拥抱 一起洗个热水早倒 都是前戏的一部分 都能累积欲望 让彼此兴致大发 最后在床上尽情宣泄 一起直达高潮 性生活 是夫妻双方 共同参与的过程 了解伴侣的需求 是保持和谐性生活的关键 事实上 很多男性在性生活中 容易忽视伴侣的感受 这可能导致性生活不和谐 甚至夫妻关系紧张 在性生活前 花点时间了解伴侣的需求 包括他的喜好 舒适度 以及身体状况等 这样 你可以在性生活中 更加关注伴侣的感受 提高伴侣的满意度 从而增进夫妻间的感情 三 做好清洁卫生 随着年纪的增长 人体的抵抗力 会比年轻的时候下降很多 如果在性生活时 没有做好清洁卫生工作 有可能导致细菌 病毒趁虚而入 引发生殖器官炎症 甚至是一些疾病 老年朋友们 在进行夫妻生活之前 一定要做好个人卫生 避免伴侣之间 因生殖器不洁而感染 发言 避孕套是一种安全 廉价的避孕方法 可以防止病毒和细菌的传播 特别是饼干和艾滋病等性病 老年人夫妻使用避孕套 应选择质量可靠 符合标准的避孕套 正确地使用 并避免使用老化 过期的避孕工具 四 选择合适的时机 老年朋友们 在进行夫妻生活时 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当感觉身体疲惫不堪 最好不要进行性生活 而是应该在 双方身体状态比较好 精力旺盛 并且有性欲的时候 适当进行性生活 双方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容易导致性生活失败 增加男方的受挫心 五 多交流 老年人普遍没有年轻人的激情 故而前戏很重要 老年朋友们在进行夫妻生活之前 双方应该进行充分 舒心地交流 多关心和爱护对方 帮助对方获最愉悦的体验 六 动作不要太激烈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体能会有所下降 故而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量力而行 动作不要太激烈 尽量柔和缓慢 避免动作太大 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张大业今年六十五岁 自老伴在四年前去世后 他便开始独居生活 由于腿脚不利索 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屋内 除了儿女偶尔过来探望外 平日里都是一个人 直到两个月前 张大业认识了隔壁邻居 新雇佣的五十五岁保姆林姨 俩人从点头之交 逐渐发展成偶尔同居的关系 有一次 正好被儿子撞见两人的亲密举动 关系随之曝光 家人们都一致认为 张大业已经七老八十 还乱搞男女关系 老不正经 丢人现眼 将张大业狠狠批评了一顿 老年人不配拥有爱与性吗 当然不是了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温饱和男女关系 是人类最大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 是没有年龄区分的 老年人虽然不如年轻人 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但对爱与性同样有需求 只不过一直被忽略 还记得那个假近东热搜吗 六十岁的黄阿姨 迷恋上短视频里的假近东 男明星 为了他茶饭不思 甚至瞒着家人千里迢迢去长春找他 黄阿姨坚信 假近东对他的爱是真的 甘愿抛弃一切和他结婚 当所有人 包括专业的心理医生告诉他 你被骗了 黄阿姨还是坚定地回答 不可能 近东已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他爱我 新闻一出 有的网友觉得黄阿姨傻 笨 有的认为他自作多情 有的甚至觉得他为老不尊 一把年纪还追求爱情 但也有人看到 黄阿姨偏执背后的孤独 和对爱的渴望 我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爱情 和它是第一次 没有人会不渴望被爱 老年人也如此 同样的 性需求也不会因为年老突然消失 有性学家指出 94%的男性和84%的女性 过了60岁后 仍然会发生性行为 人类性行为 海地性学报告等医学著作 也肯定了老年人的性需求 和性能力 绝大部分老年人的性生活 可以持续到70岁以上 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 可以保持到80岁左右 有的到了90岁高龄 仍有性要求 甚至不弱于年轻人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羞辱男性 最常用的话就是你不行 性能力似乎是评价 一个男人能力 最重要的指标 当一个男性出现性功能障碍的时候 也经常被嘲笑 其实这没有什么讥讽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所有人的性功能都呈现下降趋势 一 为什么男性年龄越大 那方面也就越力不从心 当你老了 头发会变得花白 脸上的皱纹也会越来越多 房事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据统计40岁以上的男性中 有57%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 但是只有17%的人 能鼓起勇气到医院就诊 到底怎样才算性功能障碍呢 性功能障碍的表现主要有四种 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包括性冷淡 早泻 勃起障碍 逆行射精等 其中发生率最高的就是早泻 44% 然后就是勃起障碍 32% 对于男性来说 出现性功能障碍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 衰老及慢性病 身体走下衰老后 包括生殖系统在内 人体的多个组织器官 也会发生退行性变 尤其是到了50岁以后 男性雄性激素急剧减少 会引起性欲下降 心情焦躁 失眠等一系列更年七宗合征的表现 上了年纪后 很多男性都患有慢性病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关心病等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性功能 以糖尿病为例 在高血糖的状态下 血液动力学也会发生改变 血液粘稠度增高 可能会影响丁丁的攻血 对正常勃起造成阻碍 而且糖尿病对神经也有事影响的 可能会影响性刺激 感觉信号的传递 让男性在房市上力不从心 而一些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 也可能对性功能有所影响 比如腮禽类利尿剂 其成分氢氯腮禽 可能会导致阴晶血流量的减少 降低雄激素分泌 腹外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 小剂量使用腮禽类利尿剂 也能导致生育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增高两倍 三 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泌尿生殖系统 是男性性能力的基础 它的状态直接决定了性能力的好坏 就以最常见的前列腺炎为例 前列腺长期反复充血 疏经管道 和前列腺排泄管壁的收缩力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导致男性小蝌蚪射出的能力减弱 出现性功能障碍 四 心理因素 没想到吧 性功能障碍也是一种心病 有研究统计 80%的性功能障碍 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如果在治疗时加强心理干预 可以有效地改善病情 现在很多男性都处于紧张 焦躁 抑郁的情绪之中 巨大的压力 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 影响高丸分泌雄激素 身体如果长期处于 雄激素低迷的的状态中 性欲和勃起功能 也可能会下降 有些人存在错误的性观念 认为防事伤身 一滴精石滴血 从而抑制防事 又或者曾经有过不愉快的性经历 也会对夫妻生活产生恐惧 很多人也都忽视了 夫妻关系对性功能的影响 伴侣是生活中最亲近的人 如果长期发生争执 甚至动手打架 夫妻的感情越来越淡薄 很容易导致性冷淡的情况出现 5 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 饭后一支烟 晒过活神仙 很多人平时总是烟不离手 据统计15岁以上男性的吸烟率 为50.5% 烟草中含有尼古丁 会刺激血管的收缩 影响到阴晶动脉的血液量 影响勃起 这一道理却很少人知道 2022年深圳市成人烟草 流行调查报告显示 只有31.1%的人知道 吸烟会导致男性出现阳尾的问题 而大家常常以为能助性的酒 实际上却会败性 酒精可以影响高丸分泌高酮 导致体内雄激素下降 从而诱发勃起障碍 而且摄入过量的酒精 也会抑制神经功能 让人的反应变迟钝 这个时候很难酒后乱性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